所以我們公司也有很多多才多藝的藝人 胡鴻君馮允謙喜歡唱歌 還有強項是打Basketball、籃球 好帥 但Herber說打球最怕有女生看著 這樣會發揮不到 而Jay就剛剛相反 他說打球只歡迎有女生觀賞 這樣會更發揮所長 這幾下花式是否好泡呢 最愛打球的他們 去年就跟幾位籃球高手組隊 還找個英俊教練幫忙 有空就約練球,改進球技 這天下場 原來我們的主持Darren 都打得有板有硬 我們球隊有個夾一球員 在我們教練 就是我身邊的劉子健先生 其實你覺得我們隊的球是怎樣的呢 其實最初看你們打球 其實被你們的外表吸引了 我們的英仔 看了第一場比賽之後 就發現他們是很有潛質的 所以一些機緣考慮之下 就做了他們的教練 好 我看到你們很有默契 是否經常練習 其實我們球隊都有一些 很平常的訓練 每個星期一至兩次 所以我們有時候可以唱歌 或者礙於工作 沒有辦法會每一次都來到 但我們都盡量 有空的時候都會想打球 因為這樣可以輕鬆一下自己 那你們整班歌星一起打球 默契又好一點 那你們感情會不會有深一點呢 其實我們當時是巨星光 不出身都是認識的 是的 那一開始就 就是我自己從加拿大回來 沒有什麼朋友 所以就認識了Huber 就一起出來打球 不是阿J很難約的 如果不是打球 他不會出來的 什麼啊 平時都躲起來做雜欄 那你們會不會很疼聲啊 疼聲 即是不叫 球場要叫的 你們不會叫 我常常都會叫的 其實你只要懂得用單田叫出來 就不會碰傷 其實可以啊 可以示範一次嗎 啊 就是這個是要球 還是想人家唱 還是溝通些什麼 就是我有時候炒 炒男人 我做一 啊 不錯 Huber 喂 那你們現在又會用什麼歌 來形容一下你們的心情呢 我找到手是阿J的歌 哪一首呢 是你四台冠軍的歌 我沒說這些 就是你快唱吧 有太多 我的想要翻演 太多的古怪場面 當我的想好好射裝放假一天 How do I breathe 又到…